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 先进和富裕的国家率先抢购新冠疫苗 贫穷国家遭受疫情和经济双重打击 在疫苗面前望门心探 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向疫苗生产商发出呼吁 促请他们优先为全球新冠疫苗获取机制COVAX提供疫苗 以便该组织能在2月起对贫困国家实施接种疫苗 世卫组织主导的COVAX计划目前集资了60亿美元 并且已经订购20亿剂疫苗 世卫组织高级顾问爱德华表示 由于多个富裕国家早期已经交付预定疫苗 占了主导地位 因为他们担心剩余的库存不足以应付92个中低收入的国家的需求 根据路透社掌握到的数据 中国抢购疫苗的量最大大约为900万剂 其次是美国670万剂